在相声界,现在就两个人撑起商业的团体,一个是德云社,草根离席的代表,还有一个就是青曲社了,王跟着苗红帅靠的主流相声,尽管郭德纲从没有把青曲社看作对手,不过青曲社的苗妇是很早看不干郭德纲的德云社了,就在昨天,苗妇连发两条微博,第一条就是青曲社的演出观众集,人倒是不少的,就是逢自郭德纲动不动晒剧场照片的吧,但是现在郭德纲承认的就是商业,目前德云社是最火的,几乎是无疑,也是没有争论的,随后苗妇 又发了一条微博,这次紫上明确,明眼了一看就知道说谁的,大家都在问这个行业努力,为什么天天我们糟话,我们都别干了,就你们家活着,相声点野妈,给老先生寄点野妈,天下都是你们的,祝你们都好吧,我们只是家人而已,这次在紫上漫怀呢,不知道什么时候,你要不就是看不上郭德纲,曹云金判出师门,他第一个站住了支持曹云金,侯耀华说要替弟弟清理门户,他就晒合侯耀华的合照,还曾经批评郭德纲自己移民,而且他也是反三俗的, 新曲说十年庆典,他是特意称赖江坤,这是摆明一种态度吧,不过小编认为是真没有必要这么照进,每天都费点心思把传统相声说好,那才是正事,大家说对吗?